鏡頭轉回臺灣 有民眾指控墾丁國家公園 轄區內的沙灘 不只被業者霸佔 自己帶陽傘遮陽 還被還會被要求移走 批評啃管處管理不當 啃管處是回應 將加強稽查 不過許多沙灘是採取 跟當地業者合作模式 業者有特定區域 可以出租陽傘 民眾也有保障專屬使用區域 炎熱的墾丁南灣沙灘 擠滿細水民眾 不少人自備陽傘遮陽 卻有遊客指控沒租界 當地業者的陽傘 會被要求移走 也有民眾指控業者的陽傘 整天插在沙灘影響景觀 常年陋習卻不見啃管處有效取締 啃管處表示 沙灘陽傘問題將加強取締 也強調國家公園內的沙灘 都跟當地業者合作 部分區域提供業者出租陽傘 業者則繳交權力金 或是負責沙灘維護 但一定有固定區域 讓遊客使用 船帆時雖然還沒採取相同模式 但業者自主管理沙灘環境 也強調不會要求遊客 又不能自帶陽傘 警方則表示從二十三日起到二十八日 每日九點到十一點都會派員協同肯管處人員前往白沙 南灣小灣以及船帆石等沙灘 執行稽查 目前發現違規 都以溝通勸導為主 尚無開單告發 記者王庭孟昭全屏東報導